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在韩国釜山 因为日曼难关高手而爆红的台湾餐厅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华语圈,难关高手的主角 Sakura Hanamichi的名字 就是直接读这个汉字的发音 硬木化道 但是在韩国因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 在200年之前的韩国政府 对日本大众文化采取了审查制度 所以很多电影、电视剧、音乐 都无法合法进口到韩国 而漫画的话 内容中的校名、人民 都必须要改成韩国名称 所以90年代 红遍韩国的难关高手中的学校人物 也都改为韩文名字了 像硬木化道的韩文名是 流川是 工程是 三井是 而最近在韩国爆红的台湾餐厅的店名就叫 而这家老板的姓是 因为餐厅主打台湾料理 所以老板就取名为 而随着难关高手电影的爆红 这家穷电门台湾餐厅也成为韩国年轻人 IG打卡的经典了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TMA的话 穷电门台湾餐厅的郑老板最喜欢的难关高手角色 不是穷电门 而是康贝库 然后很遗憾的是 这家餐厅在三月第一个礼拜就会结束营业 餐厅老板对媒体表示 我是第一次经营餐厅 比想象的还要累 在面临店铺续约期后 实在没有自信再营业两年 所以就决定关门了 从韩国各地都会特意来吃 我却决定这么快就停止营业 实在是很抱歉 但是比起悄悄的关门 以排队的美食店停止营业 感觉会成为更好的回忆 我没机会去了 我喜欢台湾牛肉面 所以有常常去 希望能在别的地方重新开业 我都没去过 怎么就停止营业了呢 这样都能宣传成功 真的是很神奇 突然商业好的话 人都会贪心 但是最后能这样好爽的关门 感觉也很帅 这家餐厅的停止营业 就好像是山王站之后 结束的难关高手一样 在看完这个新闻后 真心觉得 穷电门这个名字 取得实在太好了 所以我也研究了一下 电松面包 电口鱿鱿 台式电板烧 阿电面线 甄甄卤肉饭 英善牛肉汤 哈哈哈哈